大家好我是洪潮 那今天呢來再抽一次這個 重駐一次這個武器齁 那因為有人問說他會不會變成一般的武器 所以我今天呢就來試試看齁 我覺得是蠻大機率的齁 那上一次的話剛剛好是因為我可能 第一次就轉中我要的潮人了 那他有說當你在重駐的時候呢 沒辦法駐到當期的武將齁 那我就來試試看齁 但大家呢記得在重駐之前呢 你一定要把這個右上角這些武將齁給趕走齁 不然你百分之一百一定是重駐到一些普通的武將齁 真的是有點緊張齁 如果我重駐到一般的武將齁 大家就必須要為我默愛一下啦 希望是潮人啦 上弦劍 這...這是誰咧 黃浦松啊 黃浦松沒有什麼屁用齁 那我就必須還要再去拆我的東西了齁 把這個拆掉 我再試試看齁 看看 這次會不會很衰齁變一般的齁 希望是不要齁 齁 陣地刀 好像是 鄧艾的嗎 夢霍的 夢霍也沒有什麼屁用啊 啊...我也沒有龍元劍了 再來 試試看齁 我就洗到他 如果不是 反正我就洗到他變一般吧 齁 兩次齁都是 特殊系的武將齁 無字刀 都沒有聽過的怪東西齁 董卓董卓 沒有什麼屁用齁 董卓董卓 董卓 沒有屁用啊 好啦 他是誰啦 赤壁草草 好!就是他了 因為 說不定 之後我就會用到他了吧 就...那我剛剛好 抽到了他 代表說 我應該要來抽這次的新神靈齁 那 我總共洗了4次齁 加上次的5次齁 通通都是 特殊 特殊的這個 主題武器齁 所以 我會覺得他中 特殊武器的幾率還蠻高的 那也給大家 大家參考齁 但是他沒有說百分之百會中齁 所以 記得 你要洗之前呢 像我一樣齁 你必須要先去把你的 房間的武將先趕走 然後再去批評看你的運氣齁 那我這個的話 應該就會去搭配 新神靈來試試看啦 好!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